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 我是会计师林毅 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下 列举扣除额上下的周税与地产税 在此项下可以选择抵扣销售税 或是在该会计年度所支付的周税 选其大者 一般来讲通常支付周的所得税会高于销售税 而可以抵减的周税 包括由W2或者是1099预先提拨的周税 或在该年度支付上一年度的周税 及周的预缴税 此外在此栏目中可以抵减您所拥有 自用并且支付的地产税 但是川普税改拿掉了海外自用住宅的地税的抵减 此外在此项目当中 如果有这个special assessment 如房子的增减来增加房屋价值的 基本上不能在这里抵减 而应该当成是房屋的成本 如果您支付的按揭中含有地产税 那您只能减银行或是贷款公司实际支付的地产税 若是您当年卖了房产 有买方支付的地产税应该作为该栏目的减降 除了地产税之外 您还可以选择列举动产所产生的税 例如汽车的牌照税 在川普税改后 这部分最高抵减上限 被压缩为1万美元 被批评是惩罚民主党的蓝州 因为在东西两岸不仅是所得税率高 而且也因为房价高 地产税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但最近由众议院通过的 将这个部分的提案提高至8万美元 但是最终没有由总统签署成为法案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上我们事务所的网站 www.agapecpa.com 查看更多的税务资讯 或是致电我们Cupertino的办公室 408-725-1700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